有很多粉絲好奇問我為John Sir 你做不做中國菜 其實我是有做的 但是否正宗呢 這是見仁見智 正如我今天教大家做的蒸水蛋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Roger 鹹馬燦 我是一位食譜專欄作家 料理導師 和一個很喜歡講故事的 Home Chef 最近有些粉絲發訊息問 John Sir 你會否煮中國菜 我沒有煮中國菜 Yes and No 煮出來也不知是否屬粵 無論如何 為甚麼呢 一年幾個星期 我會和大家煮一些我自己很喜歡吃 我認為覺得好吃的住家菜給你 但這些是我重新逆了 首先講一下食材 食材當然了 主角是有雞蛋 我今天就用這隻日本蘭黃的雞蛋 然後有少許日本豉油 味淋 Dashi Powder 最後我會加一隻帶子 其實我的做法是很簡單 我們準備開工了 好 現在我們準備做蒸蛋 第一件事就是水 記住我的形狀 一隻雞蛋是用125毫升的水 現在我用兩隻雞蛋 即是多少 即是250毫升 我們就用250毫升的水 接著就是少許這個Dashi Powder 這個是調味的 加少許味淋 味淋就是等同於平時我們中國人的米酒 加少許 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中式蒸蛋 會蒸完之後 在上面加醬油 今天我們調轉是放在水裡 加少許 大約一茶匙 少許就夠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準備 這兩隻雞蛋 打一打 記住一下 不需要打到 起泡 打散它 就可以了 好 接著一次過倒下去 接著我們擺一擺 等它大約五分鐘 五分鐘之後就可以倒下去 放下去 這是John Sir的做法 我只是準備了兩個Ramekin 即是這些可以入焗爐 以及用來蒸東西都可以 那我就會很均等 隨意放下去 接著就準備入蒸爐去蒸 這個就是Ramekin 接著我就放一顆帶子 我用比較漂亮 這些就是刺身帶子 融光了 全部印乾了 有時候我除了放帶子 我喜歡放日本的豆腐 放下去就可以 會不會多了 又要減少那份量 所以你會記住 一隻雞蛋一二五水 那你做就應該是完美 好了 這就是125毫升的蛋液 然後我自己會準備兩張錫紙 封一封 包好之後 接著就用刀仔或剪刀 在上面刺少許洞 純粹是讓它休息 接著要做甚麼呢 你看到我後面已經準備了一個蒸籠 水滾之後 我就會放在蒸籠裏 全個過程 我通常會蒸15分鐘 但有一個叫87 formula 那是怎樣呢 當我蒸了第八分鐘之後 我會揭開蓋 大概是十多秒 讓蒸氣過了 蓋上蓋 再七分鐘 然後拿出來 待會讓你看一下 蛋就做得出來 是滑滑滑 很好吃的 看到這裏 想提醒大家 記得Like和Share我這條影片 如果你需要這條影片的文士食譜 當然可以去到 johnrogercooking.com 我的個人網站 除了我這個食譜之外 還有其他更多內容的影片 和文章 好 我們繼續去看影片 水滾了 這樣就可以準備去蒸 好了 我們放上去 蓋上蓋子 然後先來八分鐘 先來八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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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著就是 我們加少許胡椒粉 加少許調味 然後這個就是韓式的麻油 韓式的麻油 加少許的麻油 加少許的麻油 最後灑一點蔥 基本上 我這個johnsir蒸水蛋 就做好了 首先講一下這個菜式的重點 如果是我這個做法 記得我的方法 一個雞蛋 是等同於125毫升的水 拿好水之後 再加自己的調味 第二樣東西 這個水蛋的方法 就是八七 八分鐘 之後 揭開蓋子 大概是十秒鐘 蓋上蓋子 再加多七分鐘 出來的效果 就像現在這樣 你感覺到 應該是很漂亮 很Smooth 好了 急不及了 各位 我現在準備試吃了 好 不用咬 雖然這樣 就焗了 味道 是有蛋的香味 因為我用了一些比較漂亮的蛋 另一樣東西 做得出來是很滑的 這個應該是很可能 就是我用這個八七方法 其實我裡面不是放很多東西 因為有時候我媽媽去做 她會放些肉在裡面 變成做得出來 可能是會老了一點 然後第三樣東西 記得我做到最後 我就加了少少韓式的麻油 吃下去 有一個很香的麻油味 還有少少這個胡椒粉 我覺得很棒 這個蒸水蛋 這就是我的演繹 看完這段影片 我希望你可以煮出來 不妨加入我在Facebook 有一個同學會 在裡面大家可以交流下煮食心得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再見 各位 我要關機之後 繼續吃下去 拜拜